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天 她和寻常一样在教室里头上课 同学们正在问试 她看见窗外树上花开了 她知道春天来了 她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足足有五分钟之久 然后她转身向全部的同学说 各位 抱歉 我先走了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说完之后 她转身离开教室 从此就不见了 从人世间消失了 现在 我即将成为这位教授 远离人世间的种种 舍弃一切的情欲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